人生的海 曲名字幕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制作人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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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风暴中的雨 云翻涌天晴 我的命运 黑夜的雨衣 彩虹在暗地 等一个机遇 张开翅膀轮回有我决定 如果她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之前高昌 只是要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无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真只要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从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勾动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你若有梦 就让你和别人不同 仿佛 有人谁 你若不拥有梦 琼 这件事情 我就回去 把这两天进出港的传值记录 调了出来 我想 既然是在江里发现了浮尸 应该会跟那些过往传值有关 你拿去看看 看看对你的案子有没有帮助 谢谢 请无关人等 先离开吧 请 请 林小姐 好久不见 那你忙 目前的四具尸体 全部为女性 尸体高度腐烂 肺部没有积水 说明是 死后抛进江里的 死者颈部上面的伤痕 可以判断是怎么造成的吗 颈部伤痕 没有边缘 好像是被顿器切伤 是人的牙齿 是人的牙齿 跟我的判断 基本上一致 不过为什么他们要互相遥警部呢 目前还没有办法判定 要等综合报告出来以后 再做具体的分析 跟我的判断基本上一致 不过为什么他们要互相遥警部呢 来 舍长 您先喝水 谢谢 舍长 我想请您写一篇 关于江上浮尸的文章 您看其他报社 只要跟这个沾边的 都是一抢而空啊 兄弟 哥 你透露一点 好不好吗 你不要急 我有什么消息 就会给上姑世民一个交代 现在呢 回家去吧 对了 我明天早饭 没办法帮你做了 为什么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监狱接三十 他在监狱里表现很好 提前释放了 好 那你带我向他问好 没问题 现在回家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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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三十哥 出来了 来来来 三十哥 兄弟们早就传信出来了 沙爷让我们来接你 回去 给你接风 对 接风 行 兄弟 走 走 可算出来了 走 现在这些报纸为了剥版面 真是什么都敢写啊 现在外面世道确实不太变 好 念之啊 你还是尽量待在家里 别出门 省得我挂你 好 你要是觉得无聊呢 我就买些小猫小狗来陪你 好不好 不用了 我就在家看书 时间很容易打发的 念之啊 不如说实话 自从你嫁给我 我就希望你在家里 好好当太太 我不想让你再出去奔波劳累 而且 我也受不了 接上别的男人多看你一眼 是我自私 原谅我好吗 我知道了 喂 是我 什么 你们太不小心了 我告诉你们 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别管我不客气 混账 没事 手下的人半事无力 您这样 我去上班了 你 九哥 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这些尸体 除了上一次我们发现的咬痕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生前都遭到捆拔 手腕和脚腕上面 都有挣扎过的痕迹 还有 法医鉴定报告上也显示 他们生前稀释大量的毒品 可是这些毒品的成分 和之前流通上谷的毒品 不太一样 这么说 他们的死 跟毒品犯罪有关 可是我手下的兄弟 一直在沙门打探消息 并没有发现他们有卷筒重来的迹象 是啊 这我就想不通了 如果和沙门无关的话 浮尸怎么来的 毒品又怎么来的 上姑地处下用 浮尸有可能是从其他城市冲下来的 毕竟他们的毒品 跟上姑的毒品并不一样 不可能 不过 脖子上的咬痕这一点 还是无法解释 各位记者媒体朋友们 我相信你们对服侍案 都相当地关心 今天请各位来 就是想要澄清一些谣言 那请问龙局长 那些死者的真正死因是什么呢 经法医判断 目前所有的尸体 都是因为血液中 含有过量的毒品而死的 那 死者全部都是瘾君子 又全部都是女性 这纯属巧合吗 目前并无法判断 所有人都是瘾君子 关于这一点 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请问龙局长 不好意思 目前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另外 有两件事情 想请各位记者朋友们帮忙 第一 我想请各位记者朋友们 担起社会责任 在报纸上澄清谣言 消除民众的恐慌 第二 由于目前的尸体 都还没有确认身份 我想请各位 在报纸上呼吁 有失踪亲属的家属朋友们 前来认识 建议协助警方早日不安 进 蓝剑杜 您太太来找您 您也认识 您 您也认识 您怎么来了 报纸上说 江面上那些腐尸 是吸毒致死的 我看看 有喉感 这样 您就喝了 您是 您不冷 有没有 你怎么喝 您可以喝 我喝了 怎么喝 我喝了 所以我可以喝 我喝了 查来什么 我认为 我就是收遍了这世间的哭泣 也比你在这儿怀疑我强弱 真的不是你 从我们结婚以后 我每天除了上班 就是回家陪你 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做你才会相信我 对不起 不怪你 都是我以前不好 这样 我现在 送你回家 陪我吃个饭吧 好 宁芝 来 谢谢你今天 能来陪我吃这顿午饭 我真的很开心 你是不知道 我之前 有多么羡慕我的那些同事们 他们的太太 会经常来等他们下班 陪他们一起吃午饭 可你呢 一次都没有 以后 能经常来陪我吃午饭吗 家呢 你也能看到 我是有多么努力地在工作 而不是在干那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 今天对不起 是我唐突了 没关系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来 宁芝 你之所以愿意嫁给我 其实 就是想监视我 对吧 你不用回答 你不用回答 没关系 因为我相信 早晚有一天 你会信任我的 局长 这都第三天了 来了不下两百人 可是没有一具尸体被认领 难不成这些尸体 真是从其他城市飘进来的 这些尸体 难不成这些尸体真是从其他城市飘进来的 到现在都没找到 所以听到消息之后想来看看 希望这里面没有他 我陪你进去吧 这里面没有你妹妹的 这里面没有我妹妹 我 这里面没有我妹妹 我先走了 徐伯 谢谢 目前九具尸体分别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不等 根据之前的化验报告 他们是吸食了大量的毒品 但是这几天经过我们进一步的化验 这种毒品和以前我们见到的不一样 经过化学分析 这是一种新型的毒品 新型毒品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够控制人大脑中枢神经 并使人产生幻觉的毒品 对人的危害极大 但是从目前死者身上的伎俩来看 各自并不相同 每个死者身上都有不同的捆绑伤 有没有可能 他们是被动吸食毒品的 我认为目前从掌握的情况来看 非常有这种可能性 好 谢谢 这也太可怕了吧 会是谁这么做 你觉得实验场所是在尚姑还是在其他地方 这一点我也还不清楚 我也是根据试检报告内容做出这样的推测的 如果这个实验场所在尚姑的话 那么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有沙门更冷立威 嗯 也只有从他们先查起 对了 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你说 我怕我派出警律去搜查 会打扫惊蛇 我需要你派乾坤武馆的弟子暗中帮我调查 没问题 既然尸体是从江边给冲出来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江两岸开始调查 我已经规划了一个区域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话尽管告诉我 我会全力配合 嗯 对了 之前厂虽然在这里 距离这个发现尸体的地方有点距离 但依然不能忽略 局长 这是您让我调查的 冷立威最近的通话记录 我发现 他每天除了给政府机关打电话之外 打得最多的 就是家里 他好像跟他的这个新婚妻子 特别地如胶似气 局长 我还需要继续调查吗 先缓缓吧 嗯 嗯 武馆的弟兄 一直在江边 走访附近的百姓 和一些小的手工作坊 都已经问过了 没问出什么来 沙门那边我也一直在观察 没有什么异常 冷立威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我亲自跟踪了他几天 确实是按部就班 毫无异常 难道是 我们的调查方向搞错了 这次真的不是他 就最近看起来 他确实是清清白白 毫无破绽 不过 我还是觉得有问题 我在想 越是正常 越有一种诡异的感觉 念之结婚之后 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 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 希望那个冷立威 会为了他 气乐从善 莫无破绽 2斤 接下来 我找到 你 他 你 他 我 你 许你吃个饭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好 好 那请我明天下午两点 在咖啡厅见 明天见 不要 cież啊 这个周末我不用加班 我想带你出去走走 陪你散散心好不好 你想去哪儿玩 我们是去钓鱼呢 还是爬山 爬山你会不会太累了 宁芝 宁芝 你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 我没事 我今天一回来 就看到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这样吧 明天下午我请半天降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没事 没关系 我没生病不用去医院 吃这个 喂 电话局吗 我是海关监督冷立威 请帮我查一下 今天打到我们家的电话 请您稍等 冷先生 今天上午十点钟 有一个从尚沟警察局打来的电话 通话时长为两分十五秒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乔阮 有一个从尚沟的人 牵人 那我 你 答看到你 你 你今天很美 好 啊 来 来 少爷 昨天晚上 对不起 我今天下午有过会 不能陪你去医院了 我没事 不用去医院 好 随你 我上班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 你慢慢吃 请 您坐好啊 等很久了吗 不 宁致 现在应该是 冷夫人 是啊 你今天找我 我今天找你来 其实是 其实是想问你 最近冷立威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情 他是不是 又犯了什么事 不 只是最近有件案子 调查陷入了困难 想请你帮个忙 如果能排除他的嫌疑 对案情有很大的帮助 是这样 但是他最近 确实没有做什么可疑的事 正常的上下班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应酬 我想他跟你的案子无关 就算他以前做过什么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明白 龙局长 我希望我们冷家 一切的罪恶 都在我父亲身上 画上句号 我希望你能给我丈夫 一个机会 好了 那我先告辞了 我送你 不用了 我想自己走走 回来了 回来了 去哪儿了 这么晚才回来 我说去接你 你也不让 我去见个朋友 然后去看了爸爸 吃饭吧 快吃吧 菜都凉了 我今天去见龙天鱼了 他 他找你有事啊 没什么 就是问我过得好不好 那你怎么说的 我跟他说 我过得很好 谢谢 念之 谢谢你对我的坦诚 快吃饭吧 给 这附近有可疑的人吗 我问你 这附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吗 没有 这附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吗 那附近有蛮可疑的人 走 走 来吧 吃完这顿饭 就走吧 去哪儿啊 我送你去找你九哥阿姨 那你呢 最近出了人民案 外面警察太多了 山谷我待不下去了 我会离开这里 你会想我吗 我脑子被你喘了 我会想你 吃饭 可我会想你呢 你那么多事啊 吃东西都堵不上你的嘴 沿岸的地方还有一些居民 都地毯似的搜索过一遍了 可是还是没有什么线索 根据尸体腐败的状况来看 不可能是从外省飘过来的 这个匿名基地 应该就在靠近江边的地方才对 整件事情也太蹊跷了 为什么实验对象都是女性 而且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具尸体的身份 得到核实 如果真的是咱们尚姑的局面 这也太奇怪了 对了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女预警 叫陆佳 记得啊 怎么了 她那天来警局认识的时候 说要找到失踪的妹妹 我觉得她的反应有点奇怪 这里面 没有我妹妹 我先走了 这样吧 我就算面打听一下 毕竟在监狱的时候 我跟陆佳还有一些交情 好 那就麻烦你了 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你怎么回来了 我运气也太好了吧 刚回到尚姑就遇到了大美女 你回来得也真是时候 新闻你看了吗 看了呀 好像 尚姑又不太平 是啊 我明天还要去一趟圣约翰监狱 稍等一下 哦 不好意思 林小姐 今天陆佳请假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谢谢 谢谢 九哥 怎么样 见到陆家了吗 她怎么说 说是请假了 但我觉得她是不肯见我 她可能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去找她 所以对你有所防备 也许吧 但是这样 就说明她更有什么隐情 我觉得我还是得去监狱找她一下 以我对她的了解 你再去找她她也不会见你的 要不这样吧 我去找她试试 她对我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防备的 我应该能套出一些话来 也好 那试试看 干脆我去她的家里面找她吧 因为我担心在监狱里面 她也不敢透露什么 Mut相信她 裤家 有人吗 有人吗 裤家 啊 啊 局長 死者是被戾氣刺穿了心臟、脾臟、肺液、致命傷 打實幾處 我知道了 那個是有裝飾的 裡面就是了 殺死的 了 就是 就是 敵人 安 是 反正 那 potential 為何要抓鄉林峰 我覺得 凶手不可能是他 我也不相信是他 不过从现场的痕迹来看 他确实难逃嫌疑 不过你放心 我会尽快找到证据的 再让他委屈几天 从刚刚我就在想 陆家的房子靠近江边 而且后窗就能看到江 离第一次发现尸体的地方 又很近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是陆家 看见了凶手抛尸 被灭口了 这个推测非常合理 而且 陆家在认识的时候 表情确实很奇怪 这样吧 我让乾贵武馆的弟子 也搜集一下线索 好 我们分头行动 注意安全 萧丁峰 香香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样 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这里面有没有人欺负你 我挺好的 多亏你哥 吃得好 睡得好 住得好 你看 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 我哥也相信你是清白的 不过 你还得在这里面受几天苦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这一天我都担心得吃不下饭了 哎呦喂 小姑娘 让你吃不下饭 不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吗 我看你没瘦啊 你 你还凭嘴 你看不出我是真的担心你吗 这一整天我都绞尽脑汁在想 怎么帮你洗清冤屈 你还气我 别哭了 别哭了啊 我这不好好的吗 我也没死啊 我这就去给你找线索 你找什么线索啊 别给我找麻烦啊 你给我放开 如果没有线索 我就爱门爱护去打听 去问 总别让我在这里赶等着抢 都快疯了都 晓晓 我有那么好吗 值得让你为我这么难过 你总是欺负我 你这个人坏痛了 你总是气我 气得我吃不下饭 总把我气哭 我走了 我不要管你了 他干嘛呢这是 我这个人要看你 你不要说我 我这个人 recording 你是不是在想 你不是很快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放弃 送你这个注定 却不会和幸福 若即若离 越来越清醒 越不可能轻易 感受着寒冷的蜻蜓 浪潮涌动着 万丈人生情语 她的喜怒你我不能参与 但梦面俱下 孩子般的顽皮 曾无声无息地逝去 你的每一条消息 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掩幻影 在那个夜里 上天自己的经历 天栏杆和江碧 等不住落叶化成唇灵 Zither Harp 白鱼飞翔的秘密 那些过往痕迹 就让我深深刻在 心里 天栏杆和江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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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栏杆和江碧